大家好,我是Stan 对韩国有关心的观众们应该知道 韩国的社会风气一向对LGBT都非常保守 但是在最近的两三个月却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新闻提议的是韩国的串流平台 Watcha播出的网络剧 总共才有8集 但是却完全打破了观众们的线 一开始网友们认为 这应该是网络上的部分现象而已 但是就连韩国的主流媒体人气节目 也提到介绍了这部憋剧 韩国的一个网络恋爱综艺节目 目击出演者的海报内容上写的 年龄无关,职业无关 喜欢异性还是同性都无关 韩国串流平台Web 正在准备男同志恋爱综艺 这将会是亚洲首次的同性恋恋爱综艺 韩国的有线电台播放了女同志情侣举行的婚礼 而七八十岁的演员们也支持祝福了他们 从第一次见到你 就决心要跟你结婚 非常幸福的两位新娘的婚礼 恭喜你们 因为骗剑很难公开 但其实周围有很多性手术者情侣 不太熟悉韩国的观众们 现在一定会认为 这没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 虽然在韩国网卖YouTube等平台 之前也有过很多关于同性恋的内容 但是能在KBS NBC SBS等地上过电台 或者是有线电台播放BN内容 就在几个月前为止 也都是想象不到的事情 这才是对的 希望能有更多这种变化 有关这方面 我们真的是最保守的国家 希望能在很多地方提到这个 让更多人知道 原来也有这样的爱情 第一次看到CMTG的时候 确实有被吓到 我支持这种变化 我是20多岁的女同志 很欢迎这种变化 真希望媒体能继续播出 在我对象入院的时候 我都不能成为监护人 真的很无欲 希望我们国家也能制定 同性婚等的法律 CMTG真的是做了一件大事 当然也是有这种反应 还是觉得很不舒服 疾病什么的也是 怎么都不考虑一下 家人们的感受呢 对于韩国这两个月来的变化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旁摊穹谷删掉所有IG贴文的理由 前几天穹谷删掉了所有IG贴文 而让粉丝们担心了 从去年12月开设IG账号之后 持续上传照片的穹谷 归了与美国总统见面 前往白宫后的5月31号 突然就删掉了所有IG贴文 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 所以粉丝们都非常担心 甚至也有粉丝们猜测 是不是被盗号了 但是也因为穹谷最后删掉的照片是 粉丝们在演唱会的时候制作的 我们是彼此的爱 彼此的粉丝这张照片 所以也有人认为 不会是盗号 然后没过多久 穹谷又开始上传了很多照片 开始了穹谷IG第二季 穹谷利用黑色背景 做出了很有感觉的IG风格 与之前的穹谷IG第一季 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穹谷IG第二季 也没有维持很久 在穹谷上传了一个 写新的影片后留言 快笑死我了 不过阿民们 我可以再删掉一次重新再来吗 我想再做漂亮一点 因为穹谷看到 在第一次删掉所有贴文后 粉丝们都非常担心的样子 所以这次为了不让粉丝们担心 就事先通知了粉丝们 为粉丝们上传通知文的穹谷 在给了粉丝们几个小时的 心理准备时间后发文 现在可以删了吗 后删掉了所有照片 最后以穹谷IG第三季 这种超超超帅气的方式 上传了照片 为了不让粉丝们担心 又通知又等待后删除 太暖心了 其实一开始我也被吓到 穹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好善良 就因为这样我无法戒掉穹谷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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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